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素潭的杏鮑菇裹上酥脆的外衣 而圆滚滚的丸子 在香酥的外层底下 还吃得到多层次的脚感 三年前如素的蔡立春 毅然决然地就把热炒店给收掉了 卸下了老板的光环 改去做素食店替人家打工 将厨艺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现代现售派 健康对咱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幼稚园的小朋友 都好爱好爱吃她的素食料理的 蔡立春师姐 师姐 您好 大臣 师姐好 大家好 小朋友最爱妳对不对 幼稚园的 她们就是喜欢吃这个 妈妈做的素食料理 要做素食的这些 不管是点心料理 能够吸引到小朋友 因为她们是最直接的 不好吃她们一定说我不爱吃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老师你真的很厉害 没有... 而且我听说你今天要做的这个料理 也是你小的时候爱吃的 对... 只是把它变化一下 真的喔 对 小时候我们都吃那个高丽菜丸子 现在已经小朋友 它这种口味好像不能接受 我们稍微把它稍微变化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是把那个古代味 再加上现代的这个元素 让现代的小朋友喜欢 对不对 对... 赞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好不好 高丽菜丸子 材料有高丽菜二分之一颗 生香菇五朵 玉米粒二分之一罐 海苔片一片 调味料有脆酥粉一碗 中筋面粉一碗 盐三小匙 糖三小匙 香菇粉少许 好 这个古代味的盐喔 对... 好 那首先你要处理什么 我们处理吧 那种高丽菜 对... 我们差不多一般都是半颗就好了 好 半颗我们把它切成 那个不用太碎啦 切丝 然后再切碎 对不对 对 这个要这样子切 我们也不用太细 因为太细的话 我们会把它的味道 那个感觉会吃不出来 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 请问一下 高丽菜要洗 因为要这样子 一般这样去切 比较好切 那洗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它应该怎么样 因为我把它先泡过水 好 就是这样子对切 然后再浸水吗 对... 然后浸水又把它滤干 因为你要做这个丸子 不能太沙子 太湿的话 你等一下要加了粉以后 它会整个很湿 然后你在炸的时候 它会沾到油 会给你拌来拌去 对... 所以屁股就是这样 那这个高丽菜 这样切细之后 还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香菇也是切十字形的 就这样子 就是也是切颗粒吗 对 我们也是切颗粒 这样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 我们就这样子切 好 这样子切 所以你用的是新鲜的香菇 那有用过干香菇的吗 有人这样吗 干香菇也有 它的味道是比较香 但是我们如果用生的话 它吃起来会有 薄薄薄的感觉 它味道又不一样了 也不会薄薄这样子 不是这个比较软嫩 对不对 对... 你这个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 怀念你的滋味 对... 小时候我们那个阿嬷 还是妈妈都会做啊 就常常会做给你们吃吗 这小时候的小铃嘴啦 真的喔 对 我们小时候其实 也没有什么铃嘴可以吃啊 都吃一些比较 阿嬷啦还是妈妈都会帮我们 做一些什么丸子啊 以前就是分的就是那 用那个醬油泡那个啦 以前是这样混在你里面炸丸子 那你现在是用什么代替 我们就是用香菇 对 这个更健康 好 然后呢 要再来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再把我们这个 半罐的玉米粒加下去 这个就是 让小朋友爱的秘方就是这个 因为这一种如果你 我今天是买罐头 如果你那个食材用新鲜的 吃起来也会薄薄薄的感觉 新鲜的那个甜玉米把它加下来 对... 那我们就把它加下去 真的很奇怪耶 小朋友就是你只要加饭跟玉米 他们就都很爱耶 因为现在的趋势小朋友就是 就是比较喜欢玉米啦 海苔啦 这种东西 然后吃起来会觉得说很喜欢 那我们再加海苔碎碎 这个海苔我们买回来的时候 有的屑屑嘛 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剪一下 因为这样看起来不会那么长 然后我们就把它倒下去 好 然后我们又开始加加甜味料了 然后我们原则上是不用太咸 它可以当铃嘴 对 然后再加一些糖 也不用太多 只是提味 然后这个香菇粉少许就好了 然后再把它拌一下 因为它你现在加盐下去 它那个本身会把这个高丽菜 慢慢的溶解 所以真的 因为它慢慢会出水嘛 对... 所以难怪你那个高丽菜 都要立得比较干 对 因为你这样滤干 你不能整夜把它拿起来切 它这样会感很多的水 里面很多水 然后你等一下要做它 要把它搓成一个丸子的时候 它会很软 吃起来会说 因为你太软 那你要一直再加粉 这一种补救的方法 那越补就会觉得说 好像味道又跑掉了 然后现在我们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量有变比较小了 对... 因为它有出水了 对 有出水了 然后我们加脆酥粉 所以等于说是半颗高丽菜 但这个面粉跟那个脆酥粉的量 有比例吗 还是... 有... 它都一碗一碗 一碗一碗 比如说我们用那个 我们在食用盆 吃饭那个碗就可以了 好 半颗高丽菜 你就是要用到 一碗的脆酥粉跟一碗的面粉 对 然后我们就稍微再把它拌一下 好 我需要水 这个加一点点 就不要一下子加太多对不对 对 慢慢慢慢的那个 好 因为我们不要一次倒得太多 我们可以慢慢加 好 这个感觉应该会很好吃 浓浓的那个高丽菜的香味 而且... 后里再大 这么大一波 这个可以炸出多少颗原子 很多 很多 如果说是真的给幼子园的小朋友 当点心的话 他们真的一人吃这样子两颗 三颗就饱了 超得多 真的太大了 太好了 对啊 那我们现在好了 就是边搓边炸囉 对 要多少 不用再加给我 你放这边 因为我要用这个汤匙 才不会把那个汤匙连住 这是个屁股 看到没有 这是个屁股 你看 这样子 当你在舀这个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好舀 这样子 沾水 放下去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这个一下去不要动它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要等它炸到固定形状了 我们才去... 对 把它翻动一下 OK 现在可以翻吗 现在可以 用那个夹子把它稍微拨动一下 那我们就是拿这个汤匙 小朋友在吃 它这个大小也刚刚好 其实虎不能大 要给它炸透对不对 对 因为这样子里面的粉 才会熟 才会熟 对 那高丽菜是无所谓 那个香菇也是很快就熟的 是 差不多像这样子 青黄旁边右边那个 这一支 这个可以了 不是 那个也可以 要把那个碗子 放在你的篮子里面 对... 这样子吗 这样子给它捞上来 对... 这样子就很好 因为我们的那个锅子 有一点点那个小 好 标准的是这个颜色 对... 好 然后那个再把它剥一剥 轻轻的 那个火可以开大一点 好 炸这样子已经可以熟了吗 可以的 那意思就是说 可以拿一颗出来吃吃看了吗 可以啊... 那像刚刚这个第一颗炸的 比较焦的这一颗 可能会不会没熟 不...还好 不会 因为我们的食材上 像我们高丽菜对不对 其实它生吃也可以 你就加一些胡椒粉 那边有胡椒粉 我们等一下稍微一点点 那你现在要先出个高丽椒 我来吃原味 然后因为它这个高丽菜的香气 有出来 我这个小朋友如果这样一颗丸子 幼稚圆的小朋友这样两颗就饱了 加一点胡椒啊 好香喔 也是可以提味的 那我那个高丽菜是脆烤烤的 好棒喔 没想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东西 但是问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辈子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就照这个方式炸 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 让我们的小朋友 也吃到这个怀旧的滋味 对... 那你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你去学的东西 好啊... 好啊 再来你要做个什么东西 好 我们等一下炸 那我们要做一个 那个产次高飞的 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产次高飞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啊 好啊 展翅高飞 材料有杏鲍菇300克 芹菜叶末少许 调味料有山葵胡椒盐一碗 地瓜粉适量 脆酥粉两碗 番茄酱一小碗 好好吃喔 我...你来赶快做 好 那个更好吃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展翅飞翔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下去 好 然后这个是脆酥粉 好 我们把它加一些水 把它调成不用太... 不要太糊 比较浓稠的面糊 好 我现在先把它搅... 搅匀 对 把它搅匀以后 它怎么展翅高飞啊 它怎么飞啊 因为... 因为等一下 它做起来的时候 你们就看了说 它是怎么展翅高飞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转换成素食的 你以前要试热炒店老板娘吗 不是 我是做那个海鲜面啊 会饭啊那种 就是面摊类似 这样子喔 对... 就是那个现炒的是不是 对... 可是你如果用那个做基础 来做变化也是可以的 变成素食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块 是比较简单 对啊 你应该很容易变 结果你还是这么用功跑去... 跑去... 因为现在已经如素了嘛 如素以后会觉得说 还是有需要 要去学 对... 像你看 把这个芹菜叶剁碎 它就可以代替新香料了 对... 代替说以前的葱 颜色也会很好看 对 而且它的香气更好 对 然后我们把它搅匀以后 就把它倒下去 是这样喔 对... 我刚还以为说 它来沾 它不是 它这样把它倒进去混 对 倒进去混 那混好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拌一拌 让它全部沾满 对...沾满 沾满以后 你如果在沾粉的当中 你会让它整只都会沾到 真的耶 因为这要达成零厨余嘛 所以我们上年响应 我们尽量把它做成零厨余 然后把剩余的那个 都菜末啊 都尽量拿来食材可以用 就把它用掉 而且很多人家芹菜是 芹菜叶子拿掉就不要了 对不对 对... 就很可惜 这是地瓜粉吗 对... 好 倒在上面 对... 里面是除了脆酥粉 还有什么 因为脆酥粉它的连性是比较好 如果你用别的粉 不够那么连 然后炸起来也不会那么好看 颜色 就是粉它有一点黄黄的颜色 那为什么还要沾这个地瓜粉 因为它沾起来的时候 炸起来会很好看 对 我们先把它沾好 因为怕说等一下要下油锅的时候 会来不及 好 所以这个是前置作业 先处理起来对不对 那如果说做的量大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一次就通通 这个备料就是到这个步骤做起来 放一下吗 可以放一下吗 可以啊...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因为它今天那个 它这样子沾好了以后 然后你等一下再下去炸的时候 它会整只真的是像展翅飞翔 很好看 很好看又很好吃 对 然后再加一些胡椒粉 既然你以前做过海产店的热炒 那这个像不像以前的那种炸鱼柳条 不是 炸鱼款 它是像类似像鸡翅 真的喔 对 所以才叫做展翅飞翔 很难想象它怎么会像鸡翅 因为等一下它你炸起来以后 它就一支一支的 真的喔 然后好像那个小炸鸡 小鸡腿是不是 对...小炸鸡翅一样 所以是酥的把它做成那样 对... 然后你这样吃起来 它的口感也不错 你吃不出来说这是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说怎么有这种东西 可以让他们吃荤鸡的朋友 有的时候觉得一听素 那干脆就用这个方式让他尝尝看 原来素食是可以变成素的 有趣又好吃的 对...就是如果没有如素的人 你一定要慢慢让他习惯 譬如说吃这个东西 让他说说吃素的也不错 可以吸引他的那个兴趣 对... 然后他觉得吃起来这也不错吃 很有趣 那现在可以慢慢的就要把它 对 我们把火开大一点 好 来 这个要炸东西 这个可是火候就是要控制得很好 对... 好 那剩下来的我来抓 好 所以说一次 好 那我们这样就下去了 像这样子一次给它 把那个不管说多少条 一次都把它这样子处理好 处理好可以放多久再炸 还是要马上沾就要马上上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啦 我觉得是应该要马上上 因为它才不会吃度太多 它会出水对不对 它出水以后你那个地瓜粉 不出了 它就不出了 它会觉得看起来不好看 所以说要下锅之前才这个地瓜粉 沾好就马上下锅 对 对 对 因为它一定要沾地瓜粉 你马上下的时候 不然你有时候如果 杏鲍菇它太湿嘛 对... 它就会吃起来那个口感不好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说先把它处理好 摆在那里等 那我们这样子在炸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很快熟 其实杏鲍菇它在做菜是很简单 来 等了 那我们把它炸到有点金黄色 就看起来会吃香会比较好 你看现在会有点啪啪啪 就是表示说它那个里面那个 有水分 对... 就是杏鲍菇水分出来了是不是 对 那怎样才知道它好了 因为你要看 像这一根 你看很漂亮 它已经有一点金黄色了 这个就是好的 因为这样子才好吃 它吃起来才会有酥酥的感觉 这个要趁热吃还是可以放凉吃 我是觉得趁热吃比较好吃 因为趁热吃它的口感 才会比较好 因为杏鲍菇它本身就是有点 软软的感觉 如果你用... 你这样子起来以后 它会很漂亮 好漂亮喔 对 那等一下我再把它排起来以后 你就会看起来 就更漂亮 就会觉得好像是展翅飞翔 好 所以你要把它排起来了 对不对 对 这个感觉起来 这要沾什么吗 我这要沾胡椒粉 它沾胡椒粉才比较 因为我们刚才都没有加鹽分 鹽鹽的调味料 所以它吃起来是很健康的 没有什么负担 那我们就加一些甜酱 还是一些胡椒 蕃茄酱 蕃茄酱 好好吃喔 因为它好吃就是在它的酥度 如果你没有马上照 那你会觉得说 这种东西好像都没有什么脆脆的感觉 它就是在脆吸引你 其他没有什么 因为它已经都没调味料 只是我们后来 后面再加的调味料而已 不该以为吃 高丽菜丸子 做法是高丽菜切碎 香菇切丁放入大容器中 再加入玉米粒 剪碎的海苔片 盐 糖 香菇粉 面粉 脆酥粉 再依湿嫩度加适量的水一起拌匀 接着取适量的材料 捏成圆球状之后 再放入热油锅中 炸至金黄就可以了 斩翅高飞 做法是杏鲍菇 对破 切成长条片状 芹菜叶切末备用 两碗催俗粉 加入一碗的水 调成面糊之后 再加入芹菜叶末拌匀 再与杏鲍菇一起搅拌 接着再平均粘裹上地瓜粉之后 放入油锅炸至金黄色 食用的时候 再撒上山葵胡椒盐 或者是沾番茄酱就可以了 看到有人杀鸡 那感觉怎么样 很残忍 跟他们讲 你们都没有吃 你们怎样知道不好吃 你们吃看看那很好吃的 好 欢迎我们林心如小菩萨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素人生 好难得有家小菩萨 要分享素人生 不简单 今天我们邀请到你的邻居 林月桂 林师姐 陪同一起来 那心如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会要露宿 我看人间菩提的上人开示 上人讲了什么 对你影响这么大 看到有人杀鸡 那感觉怎么样 很残忍 很残忍 就想要吃素 好 那你那时候你说 你想要吃素是 就偶尔吃就好 还是说 你就要生生世世 要吃素 生生 生生世世 妈 小朋友说要发这个 就很难 那你回家有跟妈妈讲 有 他妈妈怎么说 妈讲你能吃多久 他讲你要吃 妈妈就讲你吃 这样我就陪你一起吃 但是那时候还会想说 一个小孩子 不会坚持太久的 就是这样子 结果呢 出乎意料的 你吃了多久 两年 两年 天武 吃素喔 其实说真的 蛮寂寞的 你还要到学校去對不對 还要在学校也要吃素 可是你在学校吃素便当的时候 同学呢 他怎么反应 大家会不会闲言闲语啊 他怎么说 这样 这个都不好吃了 是喔 那结果你怎么回答他们 跟他们讲 你们都没有吃 你们怎样吃 都不好吃 有没有 那你有没有说 同学这样子 说你的咸语 咸语 你就退转了 你就说好 那我不要吃素了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除了没有 除外 你还没有更进步去推素啊 跟他们讲 你们吃看看那很好吃的 吃了没有 他们 有 我会吃 所以是这样子 小菩萨也是很有力量的 那你这样子吃了素之后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很大的改变 你以前是不是很爱吃素 在儒素之前 吃素 吃素 那你那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KFC 那现在呢 儒素之后呢 没有吃 就没有吃 他只有没有吃而已 有没有什么心情 跟之前的心情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要去杀他了 小孩子这么小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悲心期 所以就立员说要来吃素了 月桂师姐 我要请教一下 那妈妈呢 在后来的时候呢 她怎么样来陪伴小朋友 因为她 她开始吃素 她又不要说方便素 她要亲近素 她完全要亲近素 对 所以刚好她有三姨 已经吃素了的 所以妈妈就很轻易地去 去找素食食福 来让她吃得有营养啊 有美味啊 对 妈妈都是这样子的 对 听到小孩子要吃吃素 就怕说健康问题啊 又是正在发育 所以就会更加用心地去 钻研这个素食的料理 那希望这条吃素之路啊 能够素人生越走越宽广 那不要退转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心如小菩萨 还有我们宜乐贵师姐 感恩你们来上我们素人生 谢谢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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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杀克 follows 战灼 兄弟 hi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